換算下來非常划算 買了蠻多東西的 粉末超細 光感超細 超漂亮的LV 跟草菅彌生的聯名快閃電 紅牌點點穿起來 真的挺好看的 穿了這件大衣 就可以演日劇或演韓劇 歡迎回來凱文小的妹 大家好 我是Kevin 今天這支影片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去年的11月底 12月初開始呢 就陸續飛了三次的東京 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不管是保養品 彩妝 藥妝店 開架的這些商品 私底下我自己在這些旅程當中 有沒有買東西呢 就用這支影片 跟大家概略的講一下吧 首先我自己身上這個 就是在日本買的 我每一次到東京都一定會逛的潮牌 我自己非常喜歡它的風格 那就是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這一件 它是用騎士夾克 一般這種騎士夾克 你可能會看到 有很多皮衣的材質 來做這樣子的剪裁 但這一次 Neighborhood用了復古的花紋 以往這種花紋的結構 你可能會看到 有很多的變形蟲在裡面 但它這一次 不是用變形蟲 而是用花紋的圖案 它是棉質 然後呢帶了一點點 薄薄薄薄的鋪棉 拉鍊是可以 打開 穿起來超舒服的 12月初那個時候 我去日本的時候 那個匯率非常的漂亮 它大概是0.22左右 在那一趟裡面呢 我就買了一個這個包包 LV的Steamer 它是算隨身的小的相機包 這個包包誕生的時候 我想Vergile應該已經不在了 不過他們還是利用了Vergile 非常經典的鏈條的設計 來緬懷Vergile 你看到這裡會覺得 它應該會從這裡開 沒有 它其實是一個磁鐵 透過了塗鴉 跟黑色的LV的老花 做結合 我在買的時候 台北還沒有進貨 那麼我後來查了一下 在官網上面的定價 應該是大概6萬8台幣左右 可是這個包包 因為當初的匯率 再加上退稅之後的價格 換算下來我這個包包大概只買5萬5左右 所以非常划算看 飛起來超好看 而且它的大小呢 我的手機是目前市面上尺寸最大的手機 可以剛剛好放下去 還可以放我的鑰匙 零錢包 它另外還有一個拉鍊的口袋 可以放一些私密的東西 這個是我第一次到日本的時候 買的LV的Steamer 11月底去日本的時候呢 有些時候你會被某一種情境吸引去買東西 我在逛街的時候 那一天我好像到了Scrumble Square 也就是Shibuya Sky的那一棟 那麼就在那邊逛逛逛 突然就看到了一大片白色的枕頭 欸 這是Magella 就看到啊 是香水 但是因為它那個氛圍的營造 讓你覺得哇 你真的去感受到了Magella風格 就是日本人他們的香水店 非常在意這個一對一的服務 還有預約等於就是要排隊 尊貴服務的這種品質 所以我那天就預約了 還好我遇到一個英文還不錯的 日本的Sales跟它溝通 就聊得非常愉快 於是我就買了蠻多東西的 Magella香水 Replica系列 在2012年的時候呢 他們曾經推出了 Replica 這個系列的服飾 那麼同年他們也推出了 這個系列的香水 那時候Magella呢 他們會用數字 從0一直到23 它每一個數字就代表一個類別 那麼香水就是放在3 Magella它這一個香水 它透過的就是一個回憶 一個故事 一個情景的塑造 這個叫做Lazy Sunday Morning 這一瓶香水它就是透過了 前調是玲瀾黃奎子 中間呢是這種鴛尾花 還有玫瑰花瓣 橙花 前面兩個前調跟中調 都是非常舒服淡雅的花香 最後面它透過了廣闊香 白木以及白色香很舒服 而且它的尾雕雖然有白色香 但是因為白色的木頭的關係 所以那個白色香並不會太過引誘 而是一種好相處的那種感覺 如果是女生喜歡淡雅的味道 Magella這一瓶Lazy Sunday Morning 我非常的推薦 然後再來呢這一瓶 When the rain starts 雨後出晴 這一瓶香水它的前中尾味 都非常的特別 它的前調呢是透過了佛手乾的油 綠色植物所調合出來的這種 還有金油粉紅胡椒 它的中間帶給你的是一種水裡面那種浮瓶的那種水生的植物所調出來的味道 還有玫瑰茉莉花 最後它的尾味帶給你的是松針油 再加上廣貨香 還有苛霍香 還有苛霜 前面這兩瓶香水 我覺得這一瓶它又比較中性一點點 但這兩瓶都非常適合給喜歡淡雅味道的女生 或者是比較喜歡中性香調的女生 接下來這一瓶呢 它叫做Selling Day 航海日 它的前調裡面有一個味道很特別的是 它說是海水 它也用了泉 那麼泉其實在現代香水當中 是拿來作為一種化合揮發的作用 它會把原本的味道引住一些冷裂金屬感 所以它會讓你更清新 它裡面還有西洋芹 胡椒 中間之鴛鴛 花 杜松 玫瑰喔 所以很特別 但最後它透過了海藻 熔岩香 琥珀木 跟雪松 所以它最後留下來的是帶一點點水感的木質調 所以如果你在找一個 不是那麼傳統的海洋調的話 我覺得男生們或者是喜歡清新感覺的 女生們也都可以試試看 其實它這個系列在官網上面 你可以看到大概10個啦 不過我買了這4個 我覺得是比較不會出錯的4個味道 那麼第4個它叫做 Buy the Fireplace 必如火光彈香水 這個香水它非常的酷 它不是冷烈的酷 而是一種非常的有個性的味道 它的前調是丁香 粉紅胡椒 再加上橙花 我自己非常喜歡橙花 中間透過了溫暖的栗子 杜松 最後面的是香草 還有Cashmere的這種協調 作為它的最後的味道 所以它的味道從前面到後面 帶給你那種非常沉穩 是那種會讓人品味再三的那種溫暖 但這瓶好像比較適合晚上或者是冬天來噴 所以它跟Selling Day 它們兩個剛好一個白天 一個晚上 一個夏天 一個冬天 那麼在同一次的旅行裡面呢 我也去買了 Valentino的彩妝品 Valentino在日本它的貴位非常多 幾乎所有的大型百貨裡面 都有Valentino的Beauty 那麼它的系列最近真的賣超好的 不過呢我這次買的是它的禮盒組 因為它的家具組合裡面 有一個這個非常特別的鏈條修容組 就是你可以隨身帶的 它可以變成你的飾品 因為Valentino大家非常熟悉的 就是它的錨釘 所以你看它正面這個VD的 這個V的logo呢 是用錨釘組成的 然後你看它連開關這裡都是錨釘 這個呢 其實是一支口紅 這盒裡面裝的是它的highlighter 它的高光 它的高光的這個質地超細的 它的粉末超細 然後光感超細 真的去營造你皮膚的 原本的一種亮澤質感 我自己非常推他們家的highlighter 他們家的口紅賣的非常的好 這兩支口紅 其實是他們的禮盒裡面的口紅 然後它這個口紅叫做 高定經典唇膏 Valentino的口紅有一個非常棒的是 它裡面是可以替換的 你只要扭一下 比如說因為你出門只要帶一支口紅就可以了 可是你家裡面可能會隨時需要不同的口紅 因應不同的場合 或是那天的妝容 所以你可以買它的RECIN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也有替消費者著想 超漂亮的你看 看口紅上面是毛釘耶 那當然Valentino的紅非常的經典 我入手了兩支不同感覺的紅 看 這個真的是標準的Valentino RED 那這是今年非常美的中紅色 非常漂亮 這兩個顏色 它其實有不同的質地 它有霧面的跟潤澤型的 這個呢都是屬於潤澤型的口紅 好接下來呢 我的第二次的日本旅程呢 工作完之後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遇到了那個超烏龍的訂房糾紛 其實心情或多或少 受到了一點影響 就沒有特別想說 去哪裡逛街去買什麼 第三次呢就是過年的期間 跟家人一起去了日本 剛剛好LV跟草菅迷生的聯名款 他們在原宿有一個快閃電 我們到的隔天 剛剛好是這個快閃電的最後一天 所以呢我也把握了機會去朝聖 然後它分成兩區 一區就是不用排隊 你就可以直接進去 然後它就是透過了金屬的這個圓球 組合出來很多LV 然後還有大大小小的金屬珠珠 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它的銷售空間 以及它的大型展間 那麼這個地方就要排隊 那因為我去的時候是最後一天 所以我大概排了快半個小時才進去 進去之後 因為它那個空間最有名的 就是有一大尊兩層樓高的 草菅迷生老奶奶的藝術品 比較可惜的是 這一次大部分 95%以上呢 都是既有的品項上面 加上了草菅迷生的藝術創作在上面 雖然說它都是手繪 然後每一個品項的位置都是草菅迷生本人 去看過這個點點的擺放的位置 所以我買了什麼呢 因為它好像每一個地區的快閃電的主題 它的紙袋設計都不太一樣 我從很多很多謹慎的一些東西裡面 我挑到了一個南瓜T恤 它是一個變形南瓜圖騰 但是我覺得這樣黑白的T恤 其實它的搭配性很強 在夏天我也可以就是搭配一件黑色的短褲 非常的casual 非常的舒服 然後這個拿來做收藏 我也覺得我不會太過心疼啦 然後另外一個的 有點重 淺色的點點斷帶 哇這個斷帶要留下了 欸我跟你們講喔 這個斷帶也都是草菅迷生的作品 你們仔細看它不是一個規則的園 它的創作當中用手繪出來的點點 我買了一雙球鞋 鞋帶上面也有草菅迷生跟LV的聯名的logo 這雙鞋呢我考慮了很久 為什麼要考慮這麼久呢 第一 因為它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黑白點點 一個是紅白點點 對我來講我的第一眼一定是先看黑白點點 不過黑白點點我穿上去之後 我發現好像沒有那麼出彩 於是呢我就又試了紅白點點 紅白點點穿起來真的挺好看的 那這個鞋款是一直以來LV的球鞋系列裡面 我最喜歡的一個鞋款 所以呢我就買了這一雙 紅白點點的LV跟草菅迷生的球鞋 好最後呢就是在過年期間 我還去了玉電廠 玉電廠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一個outlet 因為它的佔地很大 裡面的每一個品牌 其實我覺得貨源都蠻多的 在玉電廠其實會有很多的日本當地的品牌 其實如果你去逛那些日本當地的品牌 那個折扣下來價錢超划算的 那我這次買了什麼呢 在日本你真的很容易受當地的天氣的影響 而買大衣 我這次買了兩件大衣 分別來自McQueen跟Valentino 這件是Valentino的大衣 它是Cashmere混羊毛的材質 所以看起來是一件大衣 但是其實它的重量非常的輕 是用帽子的感覺 然後呢它的這個大口袋 看起來非常的貼 你看我可以只穿一件寶寶的T恤 它會有種oversize 它的拉鍊是兩頭 而且我覺得這個顏色 這個款式是很倦勇 很casual的 所以我可以穿很久的 好那麼下一件 這一件呢是McQueen 其實我自己非常喜歡 McQueen他們家西裝的剪裁 真的穿起來非常的帥 而我在櫃上看到這件櫻花粉的大衣 據說它在去年是只有日本地區的限定色 但這件真的好漂亮 就感覺穿了這件大衣 就可以演日劇或演韓劇 好以上的這支影片就是 我這兩個月去了東京三次 然後我有些遺漏下來 沒有跟大家介紹的東西 應該很多人最近都計畫去日本吧 你們不要忘了喔 我有很多日本必買 日本最推薦 或者日本排行榜的商品 都在我前面的影片 趕快回去看看 都值得讓你們作為 由日本時候的購買清單 趕快去看這些日本的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 千萬不要忘了要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設定 全部提醒喔 凱文翔的美 我們在下一個開箱再見 我走了三次 他就一直在我的眼睛裡面揮之不去 最後我忍不住 我就跟我的家人說 你們等我一下 我去試穿看看 說不定我穿起來不好看